这可能会出来的效果没有之前都不知道的好 我觉得这是很大概率的事情 因为不是去好好玩的 这次真的就是我算给自己的一个 假期 不算假期就是一个放空的一段时间 希望是一个平淡的感觉 无论是骑车还是骑马 就是我一定要买那个 买那个 那个人类根本就没有看不到那样子的视角 但是大家那个之后我们可以体验飞行生物的视角 可以体验小鸟 老鹰的视角 是等于就是我看到的也是大家看到的 而且我可以操控的那种很酷的 现在你们两个人没有理解 我过去Vlog都是自己拿手机录 所以说声音和那个是同步的 那假如比如说我现在先弄到一半 然后现在要那个切航拍机镜头了 那这个的声音是要贴到那个的画面上的 然后所以说到时候这个对声音的那个 就是很多条件都需要更高 每天晚上就拍摄每天晚上就是结束录制之后 我们都开了一个小会去碰一下第二天的 每天晚上都去把第二天要去怎么安排的 哪些是我必须想要有的素材 哪些是我觉得有可有可无的 也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了 我每天我们都去聊一下 这样子我心里的优劣 我们的可怕就是活着 这次我也会比较稍心的去自己也去多多点素材 因为我不想不仅仅是希望这个片子是好好删除 就是也是希望大家能通过这片子知道 我也是一个很好的Vlogger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你自己的第一视角还是 就是我也在是一个就是记录者和背景 我上次骑车就是骑过大街小巷 然后就是看见什么录什么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次我可能还会有很多素材 我会坚持我手机去录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但当然同时我们这些那些就是还是有 通过剪辑我们在取舍哪些部分 比较比较比较保证哪些去舍去哪些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就是把那个录音的确定好 然后航拍几个确定好 就像我当时从厦门骑过全周 全周骑过厦门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想这种事情 我只是只是想骑过去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要通过这几个事 去告诉大家什么道路 我做的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去激励大家 也不是说去让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者去学习我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活多点什么少点什么 这不是我处处的处处就是我想自己去玩 然后正好记住下来给大家看 然后我本身在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就OK了 就去试一下能不能在没有火的情况去睡 到时候如果就是坚持觉得太冷了 就是我觉得最后版本应该是觉得太冷了 然后放弃这个事 以专业的罗老师你的经验就是如果现在没有火炉 或者没有任何炉子去给帐篷进行一个升温 光靠睡袋和防潮垫我是能够正常的睡觉了 就是至少不会 可以的 你说在东京露音学上盘待这种环境下 那种环境下 我觉得就没法用过 或者我没有人做的 就是靠帐篷 防潮垫 鱼龙睡袋 就是靠这些来保暖的 然后试过一晚上 然后专业的睡袋 现在很保暖好的睡袋 今天晚上都已经很舒服的 好的 我知道 所以说 那我觉得这个事 我就做 020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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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防潮垫上的保暖设施 然后录影晚张 这个 有很多成功经验 现在世界为什么我那么开心呢 是因为我一直要去露营 然后那时又不能生活 所以大家觉得这事没有可行性 但是刚才跟专业的露营老师沟通了之后 我发现那个事不是没有可行性 是非常有可行性 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那个极栋的睡袋 和那个极栋的帐口 和那个极栋的防潮垫 可以让我安心的入眠 CEO3 大家都不要去模仿 都是有专业的人士知道 跟当地的人和就是 都是走正规程序的 大家不要模仿 都是对吧 活着 睁眼看世界 活着 真眼看世界 活着 7点出发 所以说 摄像团队7点 就得已经 6点50 就得已经到我的 到我的那个帐篷外面 就是一切都 最理想状态啊 也有可能明天晚上就回 那个老龙蛋 就是会老龙蛋出发了 6点50 帐篷外 7点5 我会说帐篷外出来 刷牙洗脸啥的 然后没有刷牙洗 没有 刷牙洗脸 就冻就了 你看我来敲一下牙 谢谢猪啊 然后到那边 然后那天我希望 就人越少越好 不管我那个TV 成功与否 然后太阳出来之后 再来一个那个 就是太阳出来之后 的航拍的一个状态 那个天气一下 估计我们航拍机 三四分钟是极限了吧 今天我们写一下 二十分钟没问题 二十分都没问题 都这么硬核啊 也不是稳定 就是 其实肯定是稳定 我们俩都不稳定 主要是 比如我想拍哪的时候 对 我能拍上去 但这个我 我不能将这次怎么拍啊 我这个还能 刚才我还能稍微稍微 就现在有问题就是 咱们 你看 因为有的马他没选淡浆 就是他 淡浆它没问题 是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有的马就是淡浆浆 特别明明 有的马就完全不吃淡浆 所以就看吧 明天肯定得选吃淡浆的马 我来试一下啊 诶 要劈开了 2 1 3 2 他拽下,拼了,批凝之后再拧下吧,卡,他就拼了 牛 牛 嗨 OK OK 试一下 这个小心啊 诶 很有效率 诶 失败了 现在你已经有两半柴了 啊 这难骑呢这个 你知道它为什么难骑不 啊 它有茧子 啊 你就看中这块木头了 因为它有茧儿 这有树茧儿 越骑越难骑 每块都很结实 但是我建议啊 你从那个缝儿啊 再往下再来两下 它就开了 你已经很接近了 因为你刚才一直劈这儿 这儿已经可以了 你这儿一下这儿一下 它就差不多开了 这儿一山滑铁路 哈哈 哎 成功 它一分两半之后 就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越来越容易 但是一分两半之后 就已经减量很多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你的成果 这就比刚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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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什么 砍碎呗 这样其实就可以放到炉子里 根据你炉子的大小 这就比刚才 漂亮 太阳照在身上好舒爽 好 这块柴太坚强了 很妙 可以 切胴 吃 rocking 没事这是你 有点 好 好 好 稀有此理 一分为二 就这样吧 好 这样可以啊 收集到一起 这是吧好火头 收集咱们把它抱走 抱一个餐厅去吧 可以啊 好 好 辛苦 好 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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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都可以放外面 虎都递我了 好 放那儿去 大师傅 我们给你送柴来了 我们给你送柴来了 谢谢啊 你放哪儿 谢谢啊 这钱吃太饱了 感谢你们 都胖了 走了 拜拜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看日出夜 好了 今天的直播要到此结束了 大家该补教的补教 该吃早饭吃早饭好吧 你们昨天咋样 咋样的咋样 睡好吗 挺好 其实不太好 我不习惯了 睡着了没 睡着了 一开始就睡着了 后来 会热的呀 起来几次啊 你知道吗 那个小龙哥在我那个 睡袋里面铺满了 那个暖宝宝 然后那个防潮垫上 也全是暖宝宝 然后我就躺哪儿都不合适 躺这儿烫了 躺那儿也烫了 躺这儿 整个人一来寻找位置 后来我就几乎把睡袋里的 所有暖宝宝全拆了 那暖宝宝上面没割东西 直接太热了 太烫太烫了 然后 下半夜我已经几乎扯完了 然后中突然 要死不死 把几个暖宝宝扯破了 简直就是灾难 因为扯破里面那更烫 然后那东西就没办法了 就再也拿不出去 还是一直在你那个 背上 就粘在你 就粘在你的背上 那一路太烫了 我就一直就把那个睡袋上撑开 然后外面冷空气进来 然后那个 就是凉一点 但暖宝全部撑完之后 到了四点钟那会儿 那真的冷 那是日出之前 我真的冷 我太冷了 那会儿就是不能动了 就是体温温暖的那些地方 你不敢翻身 因为你一翻身 你会到一个 就是没有背景体温 对 更凉的地方 然后特别凉 还挺有意思的 后来昨天 咱们那个温度计测多少 到夜里 不知道 反正我今天早上起来 帐篷里全冰茶的 嗯 因为里边有温度吗 全冰茶 跟下血一样 对对 接霜了 我睡着 我早睡得不太好 腰特长 我感觉我这位子 可能也就这一次了 两点钟的时候 那会儿 我觉得那会儿 那有五六级风 那而且你那个 你那个西北边 过的那风 你没有什么遮到 老师 那个身特别大 啊 就吹吹吹吹吹吹 啪啪作响 那个帐篷 一翻身发现 哎 幸福 那完了 全完了 今天下午冰河 嗯 好啊 冰河 但是那个走冰河的时候 马蹄子 嗯 得小心 控好姜 嗯 不让它步伐太大 嗯 就就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打出溜环似的 好的猛猛 他就能过去了 那今天晚上咱要去拍银河 好吧 你今天天气应该能行吧 我还没啥遇到 天气没问题 你这这天 我觉得运起来相当好 尤其你今天早上 拍到那个光运 我那个基本上一个月 好久太阳了 对一个月能一次 还得有风 然后它有微微的这种雪雾 还足够冷的时候才有这个光运 大概几点拍最合适 拍银河 就不辛苦 其实拍银河 9点10点 对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现在应该太阳落的吧 拿啥拍就合适 相机手机 其实是用相机 我们再吃两口了 出发吧 行吧 我们出发吧 出发吧 走吧回去收拾 收拾 然后就上马了 谢谢大家